这个抽胯换腿一定要下光骨链 因为所有的腰以下的腿都需要 腰以下的腿都需要这个 就是说当我用腿 当我用腿的时候 比方说我用这个腿 我这个腿它这个腿起来了 当我要打出第二腿的时候 你不可以放下来打 我这腿就是要他这个腿起起来 所以当我这个腿一打 你所有的腿 我所有的腿 我这个腿一起来 这个腿就上来了 你不可以等这个腿过 这个打出去 这个一冲 那个腿就起来了 所有的腿 瞧 看不懂 这个腿才可以用 你却一二三四的腿没有用 腰以下的腿都要这样 不管是踹啊 巧啊 勾啊 绊啊 我这个你不要跑 跑那么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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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会打 打到你 假如说我这个腿这样子 我这个腿这样子 它那个要起 要抬嘛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你看 你 你假如可以 你这个腿是这样起的话 它那个脚一起 我这个腿 这样起的时候 我要踹 我要踹 我要踢 我要通通合 可以 看不懂 而且打出去是在什么 在空中打的 我真的打出去第二腿 在空中打的 而不是这个脚落下打 就是说当我这个 落脚已经打完了 看不懂 这种腿才有用 女生更要 轻快的腿 看不懂 这个才是 timing 你那个节奏是出乎 它的意料之外的 这种才可以 才可以打到人 所以一定要练这个 那你这个地方 你不能说我打起来了 我在抬 我这样子打 那不行了 你这腿那么重 看不懂 练习抽 来 练习